好,我们来讲解三十题 三十题里面讲到 由于哪两支民族的先后兴起 使得伊斯兰势力得以远播到北非伊比利半岛跟东南欧一带 好,伊斯兰教 这是一个关键字 伊斯兰教呢 这是一个关键字嘛 伊斯兰教,你看看下面哪些人有姓伊斯兰教 诶,这好像都有嘛 好,所以如果你先想用删去法判断的话 那似乎很难判断 可是呢 记住哦,它是先后崛起哦 先后兴起 而且是到北非伊比利半岛跟东南欧 这五个关键字 好,北非的话最稳有打到北非的是哪几个人 好,波士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 好,也没有办法选 可是伊比利半岛呢 伊比利半岛,蒙古人远征到完全的把伊比利半岛征服下来吗 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先删掉什么 蒙古人跟波斯人 蒙古人删掉,诶,答案出来了耶 阿拉伯人跟土耳其人 没有错,就是阿拉伯人跟土耳其人 答案是B选项 那你们大概想一下也知道的是说 阿拉伯人那时候一开始创立什么 伊斯兰教嘛 那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 蒙古人都还没来 波斯人早就被灭亡了 不能说被灭亡 而是说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波斯帝国嘛 已经波斯帝国就被灭掉 剩下波斯人流落在中东一带嘛 所以用合理的时间推断的话 蒙古人就是不太可能 所以ACD瞬间就消灭 所以剩下阿拉伯人跟土耳其人 感谢观看